人过了40岁左右,臀部肌肉会逐渐萎缩,下垂,大腿变瘦,下半身越来越单薄,下半身肌肉一旦衰退,就会出现体力变差,容易疲倦等症状,随之而来的,可能就是高血压,心脏病,糖尿病,肥胖症,高血脂症,痛风,癌症等慢性病。 日本著名学者石原金氏博士提出,应该注意锻炼下半身问题,他指出,人体的肌肉约占体重40%,其中70%以上的肌肉集中在下半身,如果下半身的肌肉开始衰退,就会出现各种病状,身体也会开始老化,老化与疾病多,下半身开始引发。 如果说脑中风是下半身肌肉衰退引发的,你可能要惊讶,脑内出血的原因,就是下半身肌肉减少,导致下半身血量减少,血液滞留上半身,与其说脑中风是脑部的病变,不如说是下半身肌肉减少所引发的疾病,糖尿病患者很容易从外观来分辨,可真是下半身比上半身瘦弱许多。 一般认为,糖尿病是一样的悲铁细胞基岛素分泌不足,引起的,这话虽没错,但有趣的是,下半身比上半身瘦弱的人,就容易离患糖尿病,几乎没有例外,腰部以下的肌肉衰退,表示腰部以下的内脏也会变弱。 也就是说,肾脏,肾上腺,明尿器官,生殖器官的功能都变得散弱,下半身各器官的健康状态和机能,和下半身的肌肉机能成正底,因高血压,糖尿病,高血之症的慢性病,运动不足的病。 就医的患者中,经常开车的驾驶人为之第一,就健康检查来看,负责健康维修的寻导工慢性病较少,寻导工每天从早到晚来回沿路巡视,充分使用了小肢肌肉。 这就是他们不容易生病的原因,健步行走是预防一切慢性病的良方,目前可以肯定的是,每天走一万步以上,可以有效促进高密度胆固醇的增加。 又医学研究指出,每天走一点二五万步以上的人,不会出现心肌梗塞,我们日常的行走动作,基本上日复一日没什么变化。 就是说,我们使用的几乎都是同一部位的肌肉,那么,偶尔是一时倒退走,横着走的反方向运动,可促使常用肌肉,也跟着往相反的方向运动,造成相当重度的刺激。 可在短时间内,得到肌肉最大的锻炼效果,找不到走路的时间或场走的人,可该踩去吸或点脚这种简单的室内运动。 吃膝运动对于促进腰部,大腿,恰致的肌肉强化与发达,是最具效果,也是最基本的运动。 屈膝的基本动作是,一两脚打开,比肩伸宽,双手脱住后脑勺,二,背部续直,边吸气边往下蹲,再边吐气边站起来。 同样的动作慢慢重复五个十次,休息一下数秒至数十秒,等到呼吸回复,正常后再重复同样的动作,大约一重复五个回合。 这个动作的秘诀是,运动结束前要把胸部尽量往前挺,臀部则尽量往后伸,等到机力够大。 觉得可以在多做一点的时候,每回合的动作可以增加为十到二十次,重复做七到十回合。 等到变得更有力气时,可以双手握甲铃将手臂稍弯曲,再配合屈膝动作一起进行,可以预先准备一公斤,两公斤,五公斤的甲铃隔一足,配合肌肉发达的程度,逐次增加饭量。 点脚运动的基本动作是,一双脚稍微张开,二重复脚跟提起,放下的动作,和屈膝运动一样,每回合做五到十次,先从五回合做起,再逐次增加每回合的次数和回数。 此外,如果能配合哑铃,并且慢慢增加哑铃的重量,效果会更好。 点脚运动可以锻炼小腿皮下肢全部的肌肉,很多人没有见不走路的意愿,只需要采取措施予以鼓励。 加拿大的研究者进行了一个实验,将记不齐发给106个不爱运动的人,要他们记下12周内每天的步行数。 一开始这些卑视,似乎完全没有走路的意愿,但是戴上了几步气后,行走的步数从7029步,增加到10480步。 目前已知的是,每天多走3400步,三个月下来,其中平均可以减少1,5公斤,腰围平均减少1公分,每分钟的脉搏跳动次数则可以减少次次表示心脏机能变强等。 锻炼下半身肌肉可达到的13个效果。 效果一,促进基础代谢,消灭癌细胞,疾病可归因于现代人的低体温化,体温力下降,体内的糖分及脂肪,就会因为燃烧不完全,而残留在体内,高血糖糖尿病,高血脂症等症状就会出现。 只要锻炼,体温就会随之上升,一般程度的运动,可以使直肠温度大约极高2度,而细胞在35度的环境下最容易繁殖,在到达39.6度的时候,就会激临死亡。 也就是说,通过运动,可以有效预防及改善癌症,糖尿病,高血脂症,自体免疫疾病等,以低体温为发病主因的方明病。 效果2,改善并预防血管狭窄,心肌梗塞,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或运动员,他们带冠状动脉内境,比一般人来得粗,心肌的微血管束和冠状动脉的分质也比较多。 换句话说,断绿肌肉有助于降低血管狭窄症及心肌梗塞的发生率。 效果3,改善并预防骨质疏松症,运动能够增加骨量,主要是因为运动可以改善小肠吸收钙质的状况,促使骨骼充分吸收到钙质。 因此,借运动获取的骨质,一旦停止运动后,又会恢复到原本的状态。 即使长期握病在床,只要一天利用15到25分钟从事肌肉训练,就能够预防肌肉萎缩,及肌肉活动机能的降低。 效果4,改善并预防糖尿病。 有研究证明,运动能产生胰岛素,肌肉运动可以促进肌肉细胞内葡萄糖运输的白的活进化, 加强肌肉细胞对血液中糖分的吸收,使血糖值下降,肌肉活力增加,体力随之大增。 效果5,降低血液中的脂肪含量。 1998年,美国的哈雷博士等人发表的实验报告指出, 人们经过16周的肌肉训练后,体内预防动脉硬化的高密度胆固醇增加了。 显然,肌肉运动可以减少中性脂肪,增加高密度胆固醇,进而预防其改善动脉硬化。 肌肉运动脉硬化引起的高血压,心肌梗塞等疾病,效果又,摆脱肥胖。 许多实验都证明,持续的运动和使脂肪细胞的容积变小,进而改善肥胖。 效果7,改善血压。 1997年,美国凯利博士证实,随着肌肉运动的进行,高收缩压,低扩张压血压都会下降3%-4%, 这是因为肌肉运动时周边的微血管增加,来自墨伤血管的阻力随之减低的结果。 效果8,缩短消化到运送时间。 1992年,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科夫勒博士等人证实, 要到领者连续三个月做进内训练,结果显示被试的消化到运送时间, 以实验前平均缩短50%。 1994年,哈雷博士证实,消化到运送时间越长, 致癌物质对大肠细胞刺激的时间越长,发生大肠癌的危险性也就越高。 效果9,点击忧郁症状。 1995年,为此考试博士等人发表了以下的观点, 到48位高龄者,从18周的肌肉训练后, 卫士的自信心显著增加,生活变得很有活力。 1997年哈佛大学的新博士在他的报告中也举出, 最32位年龄在60到84岁,有前在忧郁症状的人群实施机, 有训练的课程。 10周之后,其中有25人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。 效果10,减轻各种疼痛。 1994年,美国塔福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, 肌肉运动时的肌肉强健,进而减轻关节炎和类分湿性关节炎的疼痛。 效果11,预防癌症与癌症的复发,有关运动和癌症预防之间的关系。 早在半生计之前,就已经由动物实验证实, 美国哈佛大学的霍姆斯博士等人, 以3000名乳癌患者为对象调查的结果显示, 只要每周行走大约3-4小时平均每天30分钟, 死亡率就会降低50%, 这个调查结果还显示,即使离弯癌症, 靠运动人可降低死亡率。 许多研究都已证实, 健走对于抑制主癌、卵巢癌、子宫癌、前列性癌的与荷尔蒙有关的癌症都有帮助。 效果12,提升机抑郁,预防老年痴呆。 美国以诺利大学的克拉玛教授证实, 针对较常运动者和不常运动者, 做到不断层炒苗结果对比, 将教育经常进行借走、慢跑、网球、游泳等游饶运动的人。 不运动的人脑部退化,老化的情形更严重。 当运动不足,引起血糖质失调的时候, 大脑的记忆中书排马体就会开始萎缩, 从事运动的人则因为血糖质获得适当的调节, 可以预防派马体萎缩。 效果13,常摔烙、常瘦。 如果免疫力是保护生命, 不是外力入侵的机制, 那么也可以说肌力的退化等于免疫力的降低, 因此,只要断练肌肉, 秘义力就会变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